穷人把钱存进银行 银行把穷人的钱带给富人 富人开了一家公司 请穷人为他工作 用你的钱 用你的人 用你的时间 这就是真相 想到他去找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讲个真实的故事 你们知道周老师的命运 是怎么改变的吗 我在河南郑州 做业务员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来自深圳的老板 他初中没有毕业 但是他成为了一个亿万富 我就问他 我说您是怎么成为亿万富的 我当时特别想追求财富 他问了我一句话 那句话很扎心 他说小智我问你个问题 你每一年会拿出多少精力 多少时间 多少金钱 在自己学习成长上 他把我问懵了 知道为什么问懵了吗 因为我一分钱没拿过 我连买本书25块都舍不得 他说小智我告诉你 我每一年最少会抽出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每一年最少会抽出 两百万到三百万的钱 在学习成长上 儿子